先回傳到今天主要分享的題目是 成功離你不遠 成功離你不遠 親愛的弟兄姐妹大家平安 平安 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題目是 成功離你不遠 我們每一個人都希望有一個成功的人生 所以當你在外面書局去逛的時候 你會發現有好多生活粒子 那你就占了好多鬼 我們知道在我們的生命裡面 我們都希望成功 那今天我們讀的這節經文 我們都很熟 前幾天我在FB上面有看到一個文章 它說死去之前能不能最后悔的五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呢 就是你都活在別人的想要你活的生命底下 比如說我想要你成為一個醫生 你就是成為醫生 我想要你成為老師 你就成為老師 大家最后悔的事情是這個 今天在你的生命裡面 你最後悔的事情是什麼 希望你當你要結束生命之前 你沒有後悔的事情 因為我們知道我們一生都是要跟著祖兒和戲 所以我們要努力 有一個藝術家呢 他有一個特別的顏色是別人挑不出來的 這個故事記載在荒漠甘泉 那在這個故事裡面呢 這個藝術家死掉的時候 別人在他的胸口裡面發現了一個傷口 所以別人就知道 所以別人就知道 原來他的傷口 他的心 是因為他付出他的心血 他用他的血來調成一個顏色 今天我們要看的這一節經文呢 我們一起來念 兄弟們 你們要一同效法我 也當留意那些造我們榜樣型的人 這是保羅所說的話 在保羅的生命裡面呢 他有一個得勝的地位 其實呢 如果我們看保羅的生命 你會發現他是一個很成功的人 但是他說的這一段經文 非常值得我們去學習 如果我們看保羅他所說的 他說這不是說我已經得著 已經完全了 我乃是竭力追求 親愛的弟兄姊妹 在你的生命裡面 你有竭力追求嗎 在你的生命裡面 你有曾經評估過自己嗎 你有曾經安靜自己思考過 你所需要的是什麼 如果我們看保羅 當他的年紀在寫這一個書卷的時候 他說我不是以為自己已經 我已經得著了 我有一件事情 就是忘記背後努力前面 他做了一件事情 他說我只有一件事情 忘記背後努力前面 他開始去反省他自己 保羅協正元書信的時候 他已經年紀很大了 但是他說 他不是已經成功 已經完全 我們知道在很多人 當他年老的時候 我們覺得他很成功 他事業有成 他家庭很美滿 我們就會覺得 你看看他走過的路 但是保羅要我們想的是 我們未來還有多遠的路要走 我們未來還需要走多遠的路 而不是一直往後看 他說我們要往前看 今天你有安靜下來 評估你自己 你有安靜下來 看看你未來需要走多遠的路 所以呢 當我們做完評估的時候 你就要想第二件事情 就是你要停止運用你的記憶 這個人我們都認識他 他就是超人 他在42歲騎馬的時候呢 他從那個在騎馬的時候 因為那隻馬不聽話 所以他跌下來 他就不能再走了 那十年過後呢 他因為整個身體很不舒服 所以他就過世了 那在這裡面 其實在這十年裡面 他說了一句話 他說一個人被困在黑暗的房間裡 總是會想出口在哪裡 只要保持冷靜慢慢地搜索 總會有抵達出口的時候 所以在他生命的這幾年呢 他寫了兩本書 他沒有因為他從馬鞍掉下來 他就覺得他的生命已經看不到未來 你想一個很成功的人 當他從很高的地方摔下來的時候 當你讀書讀得很高的時候 當你摔下來的時候 你會怎麼樣 你會覺得 算了 但是這個超人沒有 這個超人沒有 第一任的美國總統他說 我們不應該向後看 除非過後面有你值得學習的東西 那你拿著那個東西 你就應該再往前走了 你不應該再往後看 當時保羅寫這一個部分 他說忘記背後 親愛的弟兄姐妹 忘記的相反詞是什麼 記得 我們知道有好多東西我們會記得 過去的傷痛我們會記得 過去的教訓我們會記得 過去的喜樂過去的悲傷我們都會記得 保羅說忘記 是什麼意思 忘記就是提醒你 當你記得的時候 你不要再去受他們的捆綁 我們知道保羅以前非常反基督教 非常反耶穌 他會覺得他是一個不守御法的人 保羅說要忘記背後 是保羅不再受那個猶太文化的捆綁 所以他說要忘記背後 你忘記要忘記什麼事情 忘記辛苦的事情 忘記喜樂的事情 忘記你成功的事情 他說你不需要很厲害才能開始 但你需要開始才會很厲害 你一定要開始 但是最重要的是 你要忘記背後 忘記要忘記什麼 忘記你的失敗 我在這邊 我記得在這個講台上面 我說了好多次 真的要忘記你的失敗 每一個人都有失敗的時候 所以我們有一句話叫做 一遭被蛇咬 十年怕草 我們知道當我們失敗的時候 我們會覺得 每次到那個點你就會覺得 啊我不行了趕快回來 每次到那個地方 你就會覺得 哎呦我又開始緊張了 每次要談戀愛 你就想啊可是我上次失戀 每次要怎麼樣的時候 你就會想說 可是我之前遇到不好的紀念 親愛的弟兄姐妹 在我們的生命裡面 我們的撒旦最喜歡用什麼捆綁我們 就是你的不會 你的失敗 你的不可能 但是我覺得這句話說得很好 他說你不需要很厲害 但是你必須要開始才能很厲害 有可能你以前不是很厲害 但是你現在願意開始的時候 你會很厲害 因為你好有經驗 所以有好多老人家都說 我吃過的肉比你吃過的飯更多 他都會說 我們的經驗是累積的來 所以親愛的弟兄姐妹 你要忘記你過去的失敗 你要忘記你過去的失敗 在美國呢 愛荷華大學有一個學生叫做盧剛 這個盧剛呢 是一個中國學生 他在有一年呢 在他們學校槍殺了六個人 他是一個中國人 那這個盧剛的 他的過去 就是他槍殺的這個案子裡面 有被拍成一部電影 那他在這個電影裡面 他有加了一些東西 把他生平的 就是在學校遇到的事情 都把他拍出來 但是在裡面他有提到一件事情 是這個盧剛非常的聰明 他在中國讀書的時候 就非常的聰明 那他去申請到 他可以到外國讀書的時候 一開始他進去學校的時候 老師也非常的重用他 但是到最後有一些狀況 老師就去重用了另外一個學生 這個盧剛當他開始失敗的時候 他就開始往下 他就開始覺得他整個生活的想法 就往部面一轉 他就開始覺得他自己不受重視 他就開始覺得自己被刁難 他就開始覺得他自己是一個沒有用的人 那之後 當好是重用的另外一個學生 盧剛又一直覺得他自己是不被看好的時候 在某一年的某一天 他就拿了槍 殺死了他們學校的副校長 殺死了他的指導教授 殺死了他的老師要重用的另外哪一個朋友 還殺死了一名工人 還殺死了另外兩位 他總共殺了六個人 在他的生命裡面 他本來可以是一個很成功的人 但是在他的生命裡面 他因為看見他的失敗的時候 他就往下 他就覺得我再也跳不出去了 親愛的弟兄姊妹 這個盧剛這個學生是一個很出名的老師 是一個很出名的教授 他所親自帶領指導上來的 但是因為一個失敗 他就永遠走不出來了 最後他在一個房間裡面舉槍自己 在你的生命裡面 你想要遇到這樣的事情 所以記得不要記得你的失敗 而是要帶著這個經驗往前走 這個人呢 是林舒豪 那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 除了忘記你的失敗 你還要忘記你的成功 因為我們知道當我們成功的時候 我們就會永遠覺得我好厲害 你就不會再往前走 林舒豪呢 他在國三的時候 其實他籃球就打得很好 那在他自己的訴說裡面呢 他說了一件事情 他說他在國三要參加一個重大的比賽之前 他一直覺得他自己好強喔 在打球的時候 所有的人都在看著他 所有的女生也都很迷戀他 那他覺得他的球技已經是別人超越不了 就在那一天他在練習賽的時候 他的腳就哎呦扭上了 隔天他完全不能出賽 他後面有好長的賽他也都沒打 所以呢 在林舒豪他的訴說裡面 他說他只有忙著看他自己有多成功 他根本沒有想說他自己還要再操練自己 從那一次之後他從來都不覺得 他自己是一個非常棒的人 他開始學習他要謙虛 他開始學習當他成功的時候那是不夠的 而是要繼續的往前走 所以親愛的弟兄姊妹 在你的生命裡面 不要時常覺得自己太厲害 而忘了提升自己 忘記背後努力向前 再來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我們要做一件事情是我們要專注 今天你怎麼可以成功 有好多課程成小時候就開始培養孩子要專注 你覺得你是一個專注的人嗎 你覺得你在做事情上面你有專注嗎 我們知道專注並不容易 一個河流當他所有的水都是散開來的時候 你會覺得他是沒有力量 但是當一條河流 我們知道當他在泄洪的時候 我相信我們都有看過那樣的畫面 當他集中成一道力量的時候 那帶來的力氣 那帶來的力量是大 所以今天你有沒有專注在你的生命裡面 保羅說我只有一件事情 我只有一件事情 如果我們看原文 他是一件就是英文的one 我只有一件事情 今天在你的生命裡面你有幾件事情 我們每一次在做一件事情的時候 我們就開始覺得這件事情可以這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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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當我們在做一件事情的時候 我們就會有好多不一樣的東西出來 我們時常都真的太分散了 美國有一個調查 他說有百分之五的人 在所有的人當中有百分之五的人 會寫下他的人生目標 所以其他百分之九十五的人 都不會寫下他的人生目標 所以當我們在生活的時候 你會覺得 啊爸爸今天叫我去考台大 那我去考台大好了 那今天來教會 牧師叫我不然去讀清華好了 那清華好像也不錯 親愛的弟兄姐妹 在你的生命裡面 你有想過你的目標是什麼嗎 當別人告訴你那間公司不錯的時候 你就發現那間公司好像不錯 當別人告訴你這個烤肉用具好像不錯 當你心中沒有設定一個目標的時候 別人說什麼 你就時常跑去別人的位子 還記得我剛剛說的嗎 一個護士他的見證 在人死前最怕的事情就是活在別人的看法底下 親愛的弟兄姐妹 你想過一個快樂的人生嗎 你要活出你自己 有一種蟲呢 他是一種很特別的蟲 在動物星球頻道他有錯過 那種蟲呢他是一隻一隻 那他們有一個很習慣的特性是 他會跟著前面的蟲 那有一個研究家呢 他就把所有的蟲排在一個花盆裡面 那花盆是遠的 他就把一隻排上去 另外一隻排上去 你才所有的蟲會在那邊走幾天 走到他們死為止耶 他們就一直在繞那個圓圈 從來都沒有再找一個地方下去 今天一個人沒有目標的時候 他就跟著第一隻蟲一直在那邊繞 就算旁邊有放食物 他們有過去嗎 也沒有 所以在我們的生命裡面 我們有設定一個目標嗎 就像這個孩子一樣 設定一個東西 坐坐看 在你的生命裡面 你有設定一個東西嗎 你有設定一個目標嗎 有些人 他們過著一個沒有果效的生活 因為他們不知道在他們的生命裡面 設定目標 因為他們不知道 他們要努力要向前 最後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你要有毅力有決心 美國有一個總統叫做艾森豪 他之前抽菸抽得很兇 那我為什麼會提到他 是因為他在接受一個雜誌受訪的時候呢 他提到他自己如何戒菸 他以前抽菸抽得很兇的時候 他每天都要抽很多菸 抽到他的身體狀況不是很好 那就他在抽菸的時候 就有人一聲跟他說 你的身體狀況不好 所以你要記得 你身體的狀況是不可以再抽菸 那他就開始戒菸 戒菸之後他真的成功了 雜誌社就問他說 你怎麼可以戒菸成功 他說 其實我身邊有好多人在抽菸 可是呢我可以戒菸成功是我知道 我能勝過我自己 親愛的弟兄姐妹 今天你也能勝過你自己 因為你有那個意義 你有那個意義 保羅說要竭力追求 他說我要擴張我自己 超越我自己 可以去追求可以去得到 你今天也一樣 可以靠著標端直跑在耶穌基督里 得到那個獎賞 保羅在提後還說 那美好的戰我已經打過了 當跑的路我已經跑進了 所信的道我已經守住了 所以呢 以後有公益的冠冕為我存留 今天在你的生命裡面 你有沒有活出神的旨意 有一個科學家他說了一件事情 他說我們當節益追求生好 他說我們一生花掉的吃飯是六年 吃喝 那我們工作花了幾年 花了十一年 那我們穿衣服花了幾年 穿衣服洗澡花了五年半 在上課真正認真的時間是三年 就是一天二十四小時這樣算 那消遣的時間呢 總共有八年 閱讀的時間總共有三年 交談的時間呢 總共有三年 其他都在幹嘛 二十四年都在睡覺 那他說敬拜上帝只有多久 只有六個月 在你的生命裡面敬拜上帝只有六個月 親愛的弟兄姊妹 在你的生命裡面 你覺得你所要的是什麼 在摩西的一生裡面 他在法老之前他沒有退縮 他在面對紅海的時候 他全然的順 照著上帝的帶領 他在曠野的時候 他得著上帝的祝福 他得著溫飽 那在乾燥的磐石上面 他得著了永遠的活水 生命的活水 在曠野裡面 他忠心牧養 他的以色列百姓 他遇到戰爭的時候 他得勝 他在西乃山的時候 他知道神的啟示 跟神的帶領是什麼 在你的生命裡面 你花幾年敬拜上帝 你的生命裡面 你所追求的是什麼 記得 你追求的只有一件事情 是要得神的喜悦 是要得神的祝福 是要看見神給你 設定的那個目標是什麼 而不是跟著這個世界 那樣募集 你要加油 因為神 在你的生命裡面 有不一樣的恩慈 神在你的生命裡面 有不一樣的旨意 我們一起來唱 我們今天的回應詩 在我們的周報的十一頁 主你是我力量 當你沒有力量的時候 你要記得跟神來祈求 要記得跟神祷告 你所欠缺的 他都會給你 我們一起來唱這首歌 我的十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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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你所欠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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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十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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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是主耶穌 我還記得 有一個孩子跟我做見證 他說 有一個媽媽 她很難過 但是呢 當她祷告的時候 笑出來的時候 她祷告完 笑出來的時候 那個孩子說 她看到耶穌 站在她的身邊 我知道在我們的生命裡面 我們也一定會遇到困難 但是當你禱告完的時候 就把她全然交托給主 因為主會給你一個目標 帶你往前行 當你笑出來的時候 那個孩子就會告訴我說 我看到耶穌站在她身邊 親愛的弟兄姐妹 神都在你的身邊 你要抓住他 成為你的力量 我們再一次來唱這首歌 主你是我力量 我的十個 我的珍珠 你是我萬難中水師的寶珠 祝你是我力量 祝你是我我高財 你必惠為好我到永遠 祝你是我力量 祝你是我力量 祝你是我高財 坚固盼是我信號 你必不重要 祝你是我力量 祝你是你的所 我的旁望住在屋里 祝你是我力量 祝你是我力量 祝你是我高财 肩负还是我心靠地平不重要 祝你是我力量 祝你是我力量 我的旁望住在屋里 我们一起来当劳 亲爱的天父上帝 我们要感谢你 谢谢你在我们难过的时候 安慰我们 谢谢你在我们 找不到目标的时候 告诉我们 我们应当来到你的面前寻求 主人说我们要感谢你 谢谢你总是 在我们软弱的时候 成为我们的避难所 在我们在患难之中的时候 成为我们的防疫 主我们要把这面临考验 这面临患难 这面临压力的弟兄姐妹 带领到你的面前 求你成为他们的力量 求你成为他们的高台 求你成为他们金木的磐石 让他们心靠你的时候 他们就知道他们都不动摇 他们的信心 也不会受魔鬼的摇动 他们的信心 也不会受到诱惑 因为他们知道 他们必从你那里 知取满满的力量 从你那里 知取满满的祝福 再次把他们交托在你的手中 谢谢主耶稣 我们这样祷告 都是奉耶稣基督圣名 Amen 谢谢主持人